在上个周末世界佛教总部圣基寺、华藏寺 还有慈善寺跟圣格讲堂 联合在洛杉矶县的格伦代尔市的市政礼堂 主办了两场盛大隆重的佛教法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尊者、法师、仁波切跟阿舍利 还有文法上师居士等等 总共一千多个人参加 场面相当盛大隆重 在6月30日的公营南谋第三世 多节羌佛经葬总级圣典法会上 来自美国各州及中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尊者 法师、仁波切等 共一千多人参加了这场盛大的法会 佛诞大法会在中、古、同青、唢纳等法器的名奏声 与全体大众齐送南谋第三世多节羌佛的佛号声中拉开序幕 当天世界佛教总部发布了世界佛教教皇 南谋第三世多节羌佛说法经葬第一集 东行说法 第二集 旅行中应佛弟子之需随缘说法 第三集 戒心经说真谛的出版消息 另外 7月1日南谋第三世多节羌佛佛丹大法会上 主法师们由出家众僧引礼登上法台 大众恭送炉相赞 来自世界各地佛教寺庙、道场、机构代表组成的108贡献献献人员 手捧着各式珍宝、贡品代表向佛陀献献 世界佛教总部副主席 世政达教尊在法会致辞中说 见到佛弟子都遵照南谋第三世多节羌佛佛陀恩师的教导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真正做到了福慧增长 建立了相应的实际的功德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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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ou can feel the Buddha in your heart you can feel the teachings in your body, in your being and that's different than studying dharma it is the Buddha dharma which is our essential nature Yeah, to get the teachings, the Dharma from the Buddha because most of us don't speak Chinese so I'm very happy about this event here today and yeah, that we're getting finally the opportunity 在英语的课程中 所以我们有直接接触 好像马来西亚有很多不容易听清楚 佛陀师傅的法音 然后有这本书我们就更清楚了 是明白这个法音了解了法音 法会结束前 世界佛教总部的高僧们 为与会大众施洒加持法水 共同祈愿南谋第三世多结腔佛 佛誕吉祥 佛寿永昌 南谋第三世多结腔佛经葬总集 传世解脱众生 正法永驻 法轮长转 并祈祷世界各国繁荣昌盛 五谷丰登 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吉祥喜乐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